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鱼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0.9反向硬件变滤镜的一个知识 那这期给大家分享CPL滤镜的知识 CPL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偏光镜,偏振镜 它也是我们除了优微镜以外使用最广泛的一个滤镜 它也是ND滤镜的一种,我给大家拿来看看啊 因为我的镜头是超广镜头,没法拧在镜头的卡口上 所以都是很大的,通过滤镜价的转接才能加到我的镜头前面 使用起来比咱们能直接拧在镜头旋口的那种滤镜要麻烦一些 CPL偏振镜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除反光 还有带来色彩饱和的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它也是有颜色的,也是中辉镜的一种 它也有减光的作用 通常它的减光量能达到两档三档或者更多 下面我把它加到我的支架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样就安在了我们镜头前面的滤镜支架上 CPL的使用啊,是通过它的旋转 获得于光线的最佳夹角来获得最好的消光和增加饱和度的效果 对着咱们想要拍摄的风光 比如说湖面呢,景色还有花草 你要旋转它 你在取景器当中看,可以看 看到你的水面的反光达到最小的时候就可以 这个时候它的饱和度,它的色彩饱和度 通常要比不用这个镜片的时候要鲜艳的多 它还能消除一些玻璃上的眩光和反射 因为咱们在野外拍摄风光的时候啊 由于光线的作用 拍摄表面的物体都会带有一定的反光 所以用了CPL以后呢 它就会最大的消除反光 带来色彩的提升 咱们用它来拍摄一早一晚的风光是最好不过的了 因为早餐和晚上的光线是最美丽的 通过咱们CPL 再加上渐变镜 双重组合的使用 能使你的清晨和黄昏的照片拍摄得更加饱和和艳丽 使天空更加的湛蓝 早晚拍摄天空时啊 你如果没有滤镜的话 你肯定不容易把这个景色拍到很极致很完美 那这样有滤镜以后呢 它既压低了光线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天空的色彩 还有细节 那么也省去了我们大量的那种过分的后期 更加限度的体现了咱们拍摄前期的一种美 这里建议大家拍摄风光的话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尽量的使用三脚架 还有咱们的快门线 因为拍摄风光最好的时候 也就在一早一晚 这时的光线恐怕还不是很足 所以啊 用三脚架的效果肯定要比不用三脚架的效果要好得多 今天关于CPL滤镜的一些知识 还有使用常识 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我想给大家分享滤镜组合的使用方法 我是云游的老鱼 喜欢我的观点就关注我一下 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提高 谢谢 再见